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能源化工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福建向来不是我们国家化工产业的重镇 但就在这里却有一位民营企业家闯出了一片天 它从一个原来做房地产的门外汉华丽转身成为能源化工产业的翘楚 被人们称为世界魔王 它构建起了全球唯一的从丙丸码头 丙丸 丙烯 聚丙烯 聚丙烯薄膜 这样的完整产业链 而这种产业链的作用在特殊的时刻 最能体现出它的可贵之处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口罩的供应是很受关注的 2051点 福清的江英港迎来了一个大家伙 吴宗才和他的伙伴们即将进入忙碌的20小时 中景石化最重要的原料 丙丸 经过半个月的海上漂泊 终于来到了他的目的地 这艘船的话是我们的那个低温丙丸船 货量的话是4万6千吨 这艘船接过以后 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让我感受到航空母舰到底有多少 肯定是比我们这艘船更大 但是我们这艘船在我们的原理应该是一个6500 货船里装的是石化工业 非常基础的一种原料 丙丸 丙丸是一种天然气 通过降温加压转换成液体 在中景石化的专属码头 液态丙丸通过管道 以液化器的形式储存在这两个巨大的存储罐里 我们的容积是10万粒方 有效容积是10万粒方 那我们折算成重量的话是6万吨 正我跟您说法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是一个堡垒 这个周末 在中景石化工作的化学工程师黄敏 决定给一年级的女儿上一堂化学实验课 寓教娱乐之中 让女儿体会到科学的奇妙 我们要做一个化学实验 这个化学实验 要制取一种气体 看好了 是不是燃烧起来了 化学是变化的科学 它千变万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总的来讲就是有一种或者几种物质 在一定的温度压力 有时候还需要催化剂的作用下 生成了新的物质 一种或者几种的物质 黄敏所在的中景石化 所做的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 第一步就是将丙丸制作成丙锡 丙丸的分子式是C3H8 有三个碳原子和八个氢原子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裂解成有三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的 丙锡C3H6 以及两个氢原子的副产品氢气H2 下一步 则是将液化的丙锡制作成聚丙锡 组成聚丙锡颗粒 不论丙锡还是聚丙锡 都是化学工业中极其重要的原料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讲化工 尤其是石油化工这个领域的时候 通常都会提到最基础的龙头原料 就叫三锡三本 这三锡呢就是乙锡丙锡丁二锡 所以实际上从这就可以看出 丙锡的这个地位了 它在化工产业里面是一个基础原材料 然后处于整个产业的龙头位置的这么一个地位 然后它的下游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这个产品 就是说丙锡我们下游最大的品种是聚丙锡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编织袋呀 然后保鲜盒呀 包括我们装修用的这个冷热水管呀 这些呢 还有我们现在每天都要使用到的口罩呀 这些都是由聚丙锡生产出来的 黄敏手上的这些小小塑料颗粒 就是他们公司的主力产品聚丙锡 看起来不起眼 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料 我们生活中身上穿戴的鞋子 眼镜 手机 手表 雨伞 吃饭时用的手套 餐具 杯子 打包袋 甚至汽车的零部件都可能需要聚丙锡做原料 聚丙锡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在化工行业从业十多年的黄敏充满自豪 我后面的这一座塔 它的直径有十米 高度一百多米 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将丙锡和丙王分离开来 产出合格的丙锡产品 在当时呢 也是号称亚洲第一档 这个有三十多层楼高的巨塔 只是这一套装置中的一个小部分 中景石化的这套丙丸脱青制丙锡装置 占地二百多亩 每年可以生产七十五万吨丙锡和五万吨氢气 年产值八十亿元 填补了福建省内丙丸脱青项目的空白 又为全省锡厅化工行业提供重要的原材料保障 而下一个制作聚饼锡的过程又是一个世界第一 这个十二条腿的设备啊就是我们锯饼锡装置的核心设备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中石化第二代夜象本体法这个环管的工艺 我们原来的设计产能是三十万吨每年 经过扩能改造以后 现在可以达到五十万吨 在这一条条的环管里面 丙锡不断地循环流动 最终产生出颗粒状的锯丙锡 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化学实验 在中景石化只有一个特点 大 这个是我们的轴流泵 它有低阳层高流量的特点 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首流泵 这个是我们环管防御器的一条腿 它的直径有六十公分 高有五十多米 在当时它也是这个能力最大的防御器之一 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比锡计料泵 我们当时采用的也是最好的设备 我们这一些装置的特点啊 就是我们老板搞这个化工装置 要搞就搞世界第一 搞最大的 黄敏所在的中景石化 是中国软包装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软包装集团是当今全球唯一的 从丙丸码头 丙丸 丙锡 聚丙锡 到聚丙锡薄膜的最完整全产业链企业 也是福建省唯一的以能源为原料的石化民营企业 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么一家专业性十足的化工企业 领头人居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门外汉 我们是94年代初就在福州市 有一次在全国的行业 大灰沙我做一个化研 我在五年之内做到全中国第一 当时台下的轰堂大水耀 这个人真会吹牛饼 后来经过我们经过 大概经过六七年的努力 我们就是第一 这里是翁生锦转换跑道的第一站 生产的是双向拉伸聚丙锡薄膜 聚丙锡颗粒装填进机器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艺 最终出来的薄膜 可以供应给下游的包装企业 这张看起来简简单单的薄膜 又是一个世界第一 德国布鲁特拉公司已定的 双向拉伸聚丙锡薄膜生产线 宽幅是十比四 宽幅更大 速度更快 产能最高 目前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 双向薄膜聚丙锡薄膜生产线 世界上最大的宽幅 产能比上一代设备提升了近20% 但更先进的设备往往也伴随着更多的风险 为了引进这条生产线 翁生锡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全球力量这本人都不敢买 我敢买 很多人就说你做完我再做 你做完我再做它慢了 慢了半拍了 我们要抢这半拍 有七千的宝物我们都干 肯定有百分三十的换血 你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全世界最先进的聚丙锡双向拉伸薄膜设备 每天24小时不停机的工作 一年可以生产七万吨薄膜 加上在河南 四川 辽宁 上海等地的工厂 一年可以生产九十万吨 占中国百分之二十九的市场份额 世界市场份额占比百分之十九 翁生锡只花了四五年时间 就成为了真正的世界魔王 然而挑战也很快接踵而来 我们是生产强家 居然买不到货 他的货不办理 他卖给贸易箱 我们还要去贸易箱那边再倒回来 还要加价 我们讲价 讲五百 他原料涨一千 我们这个就没办法做下去了 因为定价权在他呢 不仅是定价权 他还是垄断 贵了 原料也不跟你呀 他也不跟你原料 原料最后就造成很多 眼睛下进行提神 为了解决被上游供应链撤肘的局面 王生锦下定决心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中井实化就是填补这个产业链最重要的一环 目前以投产的一期项目总投资一百八十亿元人民币 占地两千多亩 更需要无数的高精尖科技还有大量的专业人才 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 这几乎等于天方夜谭 你如果我不做我钱卖掉 我也不一定是亏很多钱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要走一条路 一定要跟他走到底 要有港语调价的精神 就跟他调价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好有遇到什么障碍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障碍都给他办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障碍都给他办 脚下这片土地 这个在十几年前还是一片大海 我们是11年进到这个江银港的 那个时候脚下的土地还是一片沙地 车都开不进来 开始员工进来没地方住 我们都住在工棚里面 在这个活动板房里面办公 这一路闭路蓝旅 经历的困难数不胜数 唯有坚定信念上下其心 才能最终走出一条阳关大道 我这个人一生就认定了一个事情 我就都给他做请求 肯定你讲的条件好与不好 这就是困难嘛 你去解决吧 去客户吧 企业家如果不懂得 可去客户困难 去解决困难 就不是企业家 大家都可以做了 就是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遇到困难就去客服困难 正是靠着这样的拼搏精神 2006年5月 全球第一条最快速度 最高产能 最大宽幅BOPP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建成投产 2016年4月 中井石化第一套巨饼西装置投产 2017年5月 专用液体化工码头建成投用 2019年10月 十万立方储罐建成投用 2020年10月 福建省首套丙丸脱清装置投产 中国软包装集团 成为全球唯一具有丙丸 丙烯 聚丙烯 聚丙烯薄膜生产的全产业链企业 全球单厂最大丙烯生产企业 全球单厂最大聚丙烯生产企业 全球最大的BOPP薄膜生产企业 福建省唯一的丙丸 丙夕专用码头和灌区 对未来 翁生锦还有更远大的梦想 啥子做到一千亿呀 一千多亿呀 要做到四千五百强鞋呀 不仅就做上一链了 还要规模化了 规模 就是在链当中再扩大 就是强烈嘛 我们讲先补链 后强烈 这就是在我们家里的 有了完整的产业链 油质的产品供不应求 憧憬实话的聚丙锡餐库 成了最独特的风景线 这里永远空空荡荡 聚丙锡一下线 就被打包发往下游的企业 而完整的产业链 也让中国软包装集团 在行业内有了定价权 每天十点半 我们公司报价 我们有人说电话 接下来就接单了 没有做客户的 几年客户都没见到 现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全球各地的原物料 和大宗商品的价格 都在飞涨 正因为提前布局了 完整的产业链 翁生锦的企业 不仅不受影响 反而收到了更多订单 每天都忙个不停 海外就因为疫情的问题 工厂关了 很多 但是我们今年初啊 我们比去年真的20倍的出口 启笛声响 又一艘货轮缓缓出港 这一船 载着的是中景石化运往海外的产品 也载着中国人的产业自强 坚定而自信地 走向更广阔的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